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固挺兵足都是为了致马 红方就出居 黑方一看我要出居晚了一步 所以干脆对兵足大开局 控住河口 红方就平炮 黑方一看中路空荡道 冲中足 下面红方对居 那黑方一合计 交换了 正好加快进足速度 因为红方还没来得及 不后中路 对吧 但是红方即马 要是冲足 把中炮一消 把足给灭了 所以黑方肯定是退炮 保留中路压力 下面如果冲足 红方有一个退马 这边灯炮 这边打马 得子的手段 所以黑方选择上马 这样足有根 准备往下冲 红方 有进马 干什么呢 难道是挂脚 也没有杀 黑方如果不查 一招 毙命 好 咱们回到节点 所以黑方要先解杀 红方禁居其合 申请四字归边 黑方当然不答应 黑方的炮不敢动 是吧 因为这个一挂脚 只能电炮 红方得子 这个马有根 冰足相对 肯定是拱过来 下面红方不是杀炮 而是平炮 黑方的鞠 以原水解不了尽可 炮要保马 马是小短腿 所以这个炮下底 无法阻止 那就先捞实惠 进炮来个响 只能退向 干掉马 就是叫杀 炮动不了了 如果进向 虽然这个 虽然这个 挂脚 黑方有炮 可以顶一步 但是 红方这个 怎么办 一旦平炮 绝杀无业 所以这个地方 只能是平炮 来解杀 下面你要是打炮 人家还消军 怎么办 红方平炮 黑方如果杀局 打向带起来 只能尽将 一招 毙命 所以当前局面 黑方只能是尽将 但是 退炮一将 只能 倒车入库 再打向一将 只能 含力尽尸 然后 就没有 然后了